要道歉的是蔡英文 為什麼我要道歉 我一個老百姓不能講話嗎 四十平主國家 我為什麼不能 我說 再講一句話就要罵三十斤喔 為什麼他要我道歉 來啊 我不道歉 你要怎麼樣 他是賤人 你現在問蔡英文 我今天就是不道歉 你要怎麼辦 可以把我抓起來啊 有本事來抓 他說失言 我說他才混蛋 市長 所以針對昨天的這個發言 因為總統只在第一時間就要你道歉 要道歉的是蔡英文 為什麼我要道歉 我一個老百姓不能講話嗎 四十平主國家 我為什麼不能 我說 再講一句話就要罵三十斤喔 為什麼他要我道歉 來啊 我不道歉 你要怎麼樣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灣的國民 我說這些話 你總統要我道歉 我就是不道歉 你要怎麼辦 你總統派人把我抓起來嗎 關起來嗎 這是什麼話嘛 我請問各位 台灣是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這是蔡英文講的 這是賴清德強的 憑什麼要我道歉 我今天要道歉嗎 我不道歉 你要怎麼辦 我在家裡就要罵人喔 他是賤人 我是他的師兄 師父都死了 師兄 問事情 你看他做兩件事情 違反科學倫理 違反學術倫理 這種人叫什麼人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這種人叫什麼人 我已經講了 你說這種人叫什麼人 很偉大 是不是 我們現在 所以這個國家 為什麼大家這麼分裂 大家這麼誤準 這麼多憂鬱症 這麼多人睡不著覺 那麼多人叫智商 智財 智財 我問你啊 你現在問蔡英文 我今天就是不到錢 你要怎麼辦 可以把我抓起來啊 用本身來抓 我哪一條罪 我根據哪一條把我抓起來 請問 還有一個問題 莊惠雄今天早上民進黨 還在立法會有開一個進行會 哎呀 不要講民進黨的立委啦 他們通通來我一個人跟他們辯論 我們這些立委 台灣發生這麼多事情 哪一個民進黨的立委有好好質詢一次 他說失言 我說他才混蛋 他才失言 他做什麼立委 他哪一次好好地諮詢政府的 這些這麼多的 這麼多這麼多的這個 不當的事情 這麼多貪污 我們八千四百億 錢在八千八百億 做什麼 請教院長怎麼看前衛生署長楊智良說 家暴是因為修理不到總統已經凝財 轉而修理弱小者 楊智良幫郭台銘站台說 家暴事件頻傳是因為沒有辦法修理蔡總統跟陳院長 所以打擾婆小韓 院長怎麼看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扯家暴 是因為沒有辦法修理總統和行政院長 更扯政府和習近平一夥 認為失言該道歉嗎 怎麼看前衛生署長楊智良稱 家暴是因為沒法修理蔡英文 楊智良替郭台銘站台說台灣近年 家暴親生事件激增 是因為沒有辦法修理蔡總統 楊智良是否應該道歉 家庭暴力是相當嚴肅的問題 我們對於家庭暴力是完全零容忍 我們政府也是努力來建構還有強化社會安全的體系的建制 就是要確保國人都能夠得到最好的保障 我們對於家庭暴力是以最嚴謹而且最慎重的態度來加以防治 同時我們對於楊智署長他的說法 我們覺得他對於受害者的傷痛完全沒有辦法了解 而且他還鼓勵這個暴力 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我們都感到相當的遺憾 以上提問 謝謝院長 日本排放核污廢水入海 政府如何替民眾把關時安 駐日代表謝堂亭說微量輻射性元素對身體有益 請教回應 謝堂亭被質疑護航日本排放核污水 請教院長看法 另外我方是否對此表達抗議 藍營一再質疑 綠反核不反核污水 您怎麼看 日本政府上週排放輔導核污水 駐日代表謝堂亭的微量放射性有益 引發爭議 院長怎麼看謝堂亭稱微量放射性元素對身體有益 另外針對日本排放核污水能認同嗎 日本福島核處理水排放陸海 駐日代表謝堂亭發文表示 溫泉微量放射性元素對身體有益 引來泡轟 請想問院長看法 好 有關謝大使昨天所發表的言論 他已經有提出了相關的澄清跟說明 政府一定是嚴格把關來很好的監控相關的環境 以及食品當中的輻射含量 政府也會透過跨部會的努力 來對於我們的海水還有魚產以及所有的生態環境的樣本 還有從日本進口的魚類都做嚴格的把關 我們也會把相關檢測的結果 在公開的資訊平台來跟國人來說明 政府一定會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 在這裡面我們也要跟大家來說明 在整個資訊平台上 我們會用國家的安全標準來做最嚴格的把關 來保障我們台灣台海的環境 以及我們國人健康和安全 請國人要關心 駐日代表謝長廷說這個煤量放射物質對人體有益 那您覺得這個說法怎麼樣 台日的友誼是不變的 那我們也一再要求日本一定要以科學的證據 去說服世人說服這些抽造的國家 但是我們謝長廷大使如果這樣說的話 大家會認為他可能是日本駐台代表吧 或者是他的態度可能應該要先多喝幾杯 所以讓大家安心一些吧 好那個謝長廷他昨天一發文 然後原本台灣對核廢水的關注度其實是不高的 結果他這一發文現在是不是反而成了豬隊友 其實關於核廢水第一個我們要請問的是 雲爆小公主賴品瑜 你們不是說反核是你們一家一生的置業嗎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我日本排放核廢水 又聽不到民進黨又聽不到賴品瑜的聲音了 在謝長廷說出哇這個有放射含量呢 是對人體有益的 我想請問賴品瑜雲爆小公主的看法是什麼 還是又要像上次那樣拔腿就跑 說好的奉陪到底說好的反核是你的一生置業呢 到底又跑到哪邊去了 所以我想謝長廷既然覺得喝核廢水很棒的話 那就歡迎他多喝幾杯 祝福他延年益壽越活越久 那謝長廷說這個微量放生物這對人體有益 你覺得那個駐日代表是在幫你們說話嗎 騙來講話的人喔 以後都不會痠啦 還沒聽啦 沒有用同理心 來了解台灣人 對核廢水的排放的擔憂 這個政府廣言 這是不對的 有一份證據我們就說一份話 我們要用國際最高的標準來看待這個事情 然後民進黨政府要很清楚的告訴民眾 怎麼樣面對 這才是一個政府官員該做的事情